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从今年开始新东方会开始做一些文旅的事情 那我本人对旅游文旅非常感兴趣 所以就我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就跟大家聊天 也带着大家走遍祖国的好山好水 也有人说喜欢这个话题非常的好 那我们就是就这个话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别着急 我们等就是更多的能力上来 我们就开始讲北京大运河 之所以叫北京大运河就是我今天不是讲金航大运河 但是会涉及到金航大运河的这个主题 所以今天纯粹是一个外行来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家好 老鱼我要嫁给你 怎么可能 谢谢 谢谢 我已经没那能力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这个一万多人了已经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聊天 那今天聊天的主题呢 就是北京大运河 那大家说北京有大运河吗 也有很多人都认为说大运河呢是到了北京是吧 金航大运河吗 到了通州 现在今天的通州去 就结束了 那到底到了通州还有没有大运河呢 当然有 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北京的通汇河 比较大家熟悉的这个这个积水潭 是吧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颐和园的昆明湖 其实都是北京大运河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跟大家前因后果细细的聊一聊 但是我本人不是研究大运河的 所以呢如果说在中间有讲错的 背后有专家在那听的话 请多多包涵 并且呢可以指出来我讲的问题 下次我再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个纠正过来 好 说到北京大运河呢 我们就不得不来讲一下北京的河流水系 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的这个发展啊 是尼布卡河流的 没有水的地方 一定是没有城市的 所以呢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在水边上 大家都知道就是 自从金航大运河全线关通以后 有一些城市就在 本来是没有的或者很小的 就在大运河边上呢 就是蓬勃的发展 像杭州 苏州等这样的这个扬州 等这样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江南大运河的这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城市 但是即使在北方 比如说我们所属于的纪宁 是吧 这个藻庄 藻庄下面的塔尔庄 还有是这个林青等等 辽城 都是因为大运河兴旺 也因为大运河最后不再是主要的这个运输水道 最后呢 城市迎来了他们的挑战 北京作为一个几百年的这个都城 那毫无疑问 它跟水也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北京呢 也不是那么水资源那么丰富的一个城市 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南水北调等等 这样的这种工程出现 那在古代的时候 那在古代的时候北京人到底靠什么生活呢 当然也是靠水 必须要有水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先从北京的水系图来讲起 请把镜头推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北京呢 其实是有很多水系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呢 北京的永定河 永定河的上游呢 就是关亭水库 关亭水库的上游是什么呢 是桑干河 桑干河发源在什么地方呢 从山西发源 那么今天桑干河依赖在向北京的补充水源 为什么呢 因为桑干河本身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水了 但是呢 由于桑干河和黄河上的水库打通了 所以呢黄河水就通过桑干河补充到关亭水库 再补充到北京 这是现在的这个永定河的水系 那么还有一条水系呢 大家可能不太也听说过的 曹白河 曹白河的上游是什么呢 是密云水库 密云水库呢 分成白河和曹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条线上 还可以看到这种白河和曹河的水系 是吧 那么这样下来呢 就合并成一条河呢 叫做曹白河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曹白河实际上 并没有经过北京的中心城区 所以呢永定河在北京的西边 曹白河在北京东边 偏偏都落过了北京 但是当然这两条河对于北京的发展 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那真正中间的北京状态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吧 是什么呢 温鱼河水系 实际上是 北运河我们把它叫做北运河水系 因为温鱼河是到了北京的一条河 在北京的北边 那么最后呢 到了这个通州的时候 和这个白河相连当初 现在呢就把它叫做是 北运河 那北京要生活的话 它就需要有很多的水 这个水呢 主要的是来自于温鱼河水系 永定河水系 和曹白河水系 那么大家知道了水以后 就知道我们后面 把它不好意思啊 我的 好 再来看下面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就比较明显的来讲了 这个北京的就是水系 并且呢 把大云河的水系呢 也放在里面了 那在古代的北京 尤其在汉唐的时候 那么一直到就是金朝 就是辽朝和金朝的建立 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是北京的水 主要来自两个地方 大家看到就是 元朝的首都在中间 但是呢 金朝的首都呢 和辽朝当时实际上 是在它的这个左下角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条河叫金口河 金口河怎么来的 是从永定河的一条 人公河引水 引到了北京 也是引到了当时的 辽朝和金朝的首都 那么大家看到 这位的魂河 是什么概念呢 魂河实际上就是 永定河 永定河是后来的名称 是康熙皇帝 应该是 就是最后 把永定河安定以后 就是建立了大坝 是永定河不再泛滥以后 把永定河 从魂河和吴定河 改成了永定河 才有了今天的永定河的名称 那么由于永定河那边的地势比较高 北京这边的地势相对比较低 所以在永定河挖一个口子 开一条河 这个河水就到了北京 但是永定河是放荡不济的一条河 也就是说 它的水太大油的时候 以至于这个水一下子通过这个进口河过来 能把整个北京城都给淹了 所以历朝历代都在永定河开口子 先从最朝的时候开始 从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到后来都是每次开 每次都要填上 填上以后北京又没水了 又再打开 打开以后又再填上 到最后终于最后给它废弃掉了 因为对北京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北京的水又来自什么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的北京 即使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北京的水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那这个水的丰富 主要是来自于泉水 大家知道在北京有个地名叫做玉泉山 北京也有个地名 就是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 叫做海淀 那海淀 大家都知道北京没有海 是吧 那为什么叫海淀呢 就是水太多了 就是我们所在的今天海淀 这一带玉泉山这一带 水非常的多 以至于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湖泊 这个湖泊就是今天的 颐和园的昆明湖 在古代的时候叫翁三伯 那么昆明湖的水 经过了河道以后呢 就流入了北京城 那么就变成了北京城的 这个所用的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一个城市呢 它是跟水相关的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 北京的水系 这边是永定河 那这边呢是朝白河 上面是温渝河 那么温渝河还有一条青河 大家现在知道北京的北部 有很大一片地方就叫青河 今天的就是奥森公园的所有的水 都是从青河引入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了北京的用水 但是这个呢还不能构成北京的大运河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张图 我们刚才讲到温渝河 因为温渝河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水系 所以呢我们单独出来拿出来讲一讲 那温渝河呢在古代的时候呢 叫温渝水 好多叫湿渝水 那么它呢是专门为北运河提供水源的一个这个这个一个河流 那么发源在什么地方呢就发源在北京的北部的君都山 君都山呢是燕塞山脉的一部分 那么在到了它的上游以后呢 这个温渝河呢就有了三条河 叫沙河 今天在北京依然有沙河镇 那么这个沙河呢其实有三条 一条呢叫做东沙河 一条呢叫做北沙河 一条叫做南沙河 在沙河镇这个地方三条河汇聚成一条河 为了往下走的时候就叫做温渝河 那我们来讲沙河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尤其是外地的人 但是呢十三陵水库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十三陵水库就是建设在东沙河的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十三陵水库 是吧 那么它是这个东沙河发源于十三陵水库上面的山里面 那么流下来流到了十三陵水库 这个水呢就被挤住以后变成了十三陵水库 所以这三条沙河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水的来源 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 那今天的这个这样的沙河呢 有的已经变成了就是说 但尤其东沙河的上游已经变成了季节河在某种意义上 也就是说在旱季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水的 要北京每年下了大雨 那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十三陵水库的水就能够灌满 还有密营水库的水也就能灌满 那么关天水库的水也就能灌满 一旦灌满以后呢 北京在需要水的时候就有了足够的水 当然现在因为南水北调的这个工程做的比较的成功 所以那北京的现在的驱水现象 这个已经得到了大大的缓解 要知道北京住着两千多万人 你要知道每天要用掉不止多少的水 是 那么这是讲到了这个温渝河 那我们再来看看到了温渝河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温渝河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和北运河交汇的 大家看这张地图是我在地图上截下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到了通州的这个核心区 你看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 是吧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里面的河呢 大家看到这个浅蓝色的就是河 那么浅蓝色的河呢 这个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北运河 北运河到了天津就跟南运河相接 就直接接上了一路往南走的金航大运河 那么往上走的时候就是温渝河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温渝河在想北的时候 就到了北沙河 到了北沙河南沙河和东沙河 在北京的北边 在这我还住了另外一条河叫坝河 坝河呢 其实也是一条人工河 在北京的这个地方的通汇河 就是郭守静打通通汇河 能让船一直开到积水潭 这个就是湿沙海之前 那么所有的从南方来的所有的物资 都是通过坝河运到北京城里去的 那么这个坝河为什么叫坝河呢 就是因为它由于地势落差比较高 这条河它如果不在上面做坝的话 它就不能形成河流 等于上面干了 结果下面的水还没有 那就没有办法 就是每过一段距就做一个坝 因为当时造船闸 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当这个物资用到了坝下面的时候 就用人扛着 再翻到坝上面 再放到另外一条船上 再到下一个坝以后 再扛下来 再到下一个坝再扛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的艰辛 这就是北京的 就是在温宇河和北运河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连接 那么再往这边看 大家可以看到 再把它地图缩小一下的话 就可以看到 北运河和温宇河和曹白河 是有点平行的关系的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不叫北运河 北运河叫白河 是曹白河到了下面以后 这样横过来 就跟北运河相连了 只不过后来曹白河改道 因为曹白河也是一条 放荡不羁的河流 就可以说是不受拘谨的河流 一到下雨天 原来没有命运水库的时候 就大量的河水在雨季的时候冲下来 一直可以冲到天津 所以曹白河改道以后 就跟北运河就切开了 那么北运河实际上就一直往下 就变成了另外一条河道 那么曹白河和在一起 那么经过了另外一条河道 一直进入了海河 但是曹白河和运河之间 它为了进行水量的调节 后来就又加了一个曹 运曹减河 就是为了进行水量调节的一条河流 那么这个就是北京的河流的关系图 因为之所以要讲北京的河流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等会讲到的北京大运河 跟这些河流有着极其重要的这种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 这个图片 这都是我亲自去拍的图片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东沙河上的十三林水库 它是温浴河的一部分 东沙河的一部分 当然十三林水库 因为当初毛主席亲自参与建设 那么现在也是北京的一个封禁民胜区 但是大家是到不了水库边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库的水是受到保护的 是北京人民的饮用水之一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往上游走 走到三林以后 就可以看到这个在旱季的时候啊 你看河流是干涸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沙河 这个在旱季的时候它会断流 那么如果下雨以后 从前面山上下来的水呢 就会这个储存到下面的十三林水库里面去 那么大家再看到这儿呢 就是刚才讲到了沙河有三条 东沙河 北沙河和南沙河 那么北沙河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八达林长城 八达林长城和居庸关的这个两座山之间 有一条沟 这条沟叫做关沟 那么这个关沟呢 在地理上呢 是很习惯的把它当作是太行山脉 和燕山山脉的这个分界点 所以你在在 如果你去八达林的话 你的汽车从进入居庸关开车发展开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左手边是太行山 你的右手边是燕山 但是实际上你在两边看的时候 这两座山脉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都是崇山峻岭 是吧 那么长城在太行山和燕山上面 这个飞跃腾挪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在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 我在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关沟 关沟呢就是还是会有冲冲的流水的 当然非常小 这就是关沟 就是北沙河的源头之一 所以呢 这是 这是 这是北沙河 那么 在北沙河和南沙河 快要连接的时候呢 这两条河就变成了 北京人民要往北走的时候的 两个障碍 也就能要过河 那过河呢 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就造桥嘛 是吧 那这个桥呢 一般古代的时候就造的木桥 是吧 在打仗的时候 把桥一拆 那么就构成了敌人 这个进攻北京的一个障碍 但是呢 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呢 每次造完木桥就被水冲掉 每次造完木桥就被水冲掉 所以呢这样的话 这个 导致最后大家的 这个明朝这个 这个北京是首都 所以呢相对来说 比较就是周围这个 比较的安宁 所以呢 在明正统年间呢 就专门来造了石拱桥 这个石拱桥呢 就叫做朝中桥 那么这个朝中桥呢 造的非常的结实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啊 一块一块都是巨大的花岗岩石 是吧 这个 所以呢 这次受到了 无数的这个风雨的寝食 受到了洪水的冲击 在1937年的时候 寝华日军还用炮轰朝中桥 知境桥上还留有这个炮台轰炸的这个痕迹 但是呢 这个桥呢 依然坚固入措 那么后来造这个 京藏高速公路的时候呢 就造到了这儿 造到之后呢 在这个南沙河上的那座桥 不那么结实 后来就干脆拆了 就压在了这个高速公路底下 但是呢 在北沙河上的这座朝中桥 因为确实有文物价值 而且造的如此的结实 所以呢 干脆就留下来 变成了府路上的一座桥 你看上面有公共汽车开过 就意味着这个桥到现在为止还在使用 那么一直使用到今天 尽管被维护过几次 但是依然是及时如初 你到了现场去看以后 会发现这座桥 确实是比较的这种壮观的一座桥 那么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造桥史上 就是桥梁建筑实际上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标志 好 到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刚才讲过了 这个三条沙河呢 在沙河镇那边呢 就是汇流 汇流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浩渺的沙河水库 大家看这两张地图 这两张图片 你可以放大了给大家看一看 尤其是这一张啊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沙河水库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就是刚才提到的沙河的发源地 这个君渡山 在这个北京的北边 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浩渺 沙欧详袭 你要是在夏天去的话 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白鹿啊 沙欧啊 在那个飞翔的感觉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 在这个就是进入变成温渝河之前的 沙河的最后一个储水地 好 那么沙河水库的河道 刚才我们讲过了 就叫做温渝河 那今天呢 就是变成了老百姓 周末休闲 也钓的好地方 我曾经在这个里面钓过鱼 而且还真的钓起来过 是吧 这个我的司机特别喜欢钓鱼 没事 我要是不出车的话 他就会跑到温渝河去钓鱼去 常常我们家里吃的鱼 就从温渝河里钓起来的 因为这个水呢 是比较干净的水 大家可以看到 推一下看看这个图片 大家能看出来 推一下这个钓鱼 你看老百姓周末在做钓鱼的 这样子这个图片 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景色 那么这个呢 是今天的温渝河 温渝河曾经 在靠近北京的时候 是一条臭水河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 导致了几乎所有城市的河流呢 都变成了臭水河 但是现在呢 几乎所有城市的河流呢 都经过了这个治理 包括北京的温渝河 清河是温渝河的一个支流 之所以叫它清河 就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水非常的清啊 你想它是发源于浴泉山的水 浴泉山的水流到了昆明湖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 以后原的昆明湖 那昆明湖最后储不下了 就往两个方向流 一个是往北京城的方向流 一个呢就进入了清河 清河呢这个水呢 就又进入了温渝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构成了一个北京的水系网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们看清河呢 还有很干净的水 当然今天的水都干净了 我曾经在清河边上住过 曾经也是臭不可闻这条河 那今天呢 变成了就是冲冲清水的 这样的一条河流 那么到了这个温渝河呢 就到通州去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温渝河一路向东向南流 那么最后呢 就到了它的终点 这个终点呢 也是北运河的起点 就是金航大运河的 北运河的起点 这座桥呢 就是一个分界线 在今天的通州 就是这个桥的北边 是这个温渝河 桥的南边呢 就基本上就是 这个北运河 当然没有这么一个 严格的区分 那么大家如果到通州去的话 会看到一座塔 这座塔呢 是非常的有名 古代的人 有一句话 叫做一支塔引论通州 当金航大运河开通以后 那么这座塔就已经在了 这座塔是造在 应该是差不多 是一千多年前了 所以呢 当这个航船 从北运河上来 逐渐逐渐的看到 有一个宝塔 可以耸立在大运河的北端 那么大家就觉得 北京到了 是吧 那么当然了 就说因为金航大运河的贯通 那么最后呢 就有了天津 天津之所以起来 不是因为海运 海运是因为后来的事情 天津之所以起来 是因为河运 是因为金航大运河 因为北运河和南运河 就在天津的海河边上会师 那么这个一会师呢 这个天津就从一个小小的码头 植枯栽就最后变成了文明远近的天津味 所以天津为什么有那么强力的码头文化呢 大家都知道码头文化就是南来北往交集非常繁荣的地方 天津有码头文化 武汉有码头文化 就是因为它是南来北往 东来西往 就是交集的地方 货物昌盛 繁荣之利 那么这就是天津起来的原因 当然后来海运以后呢 所有海运的物资 到了清朝后期的时候 其实所有南方的物资都是经过海运 进入海河 再到北京 但是这个时候呢 依然是经过天津 所以天津就一直很兴旺 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大量的这个货物 也是通过天津港 走向世界 而世界的大量的货物 也是通过天津港 走向了这个中国 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的 那么讲到这个塔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代的时候 你看这个塔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燃灯塔 是吧 那么古代的这个图片呢 就是 是留下来的 已经是金航大运和通航以后的图片 你看大家扛着一袋一袋的物资 放到船上去 是吧 或者从船上 把一袋一袋的物资给扛下来 那么这个蓝兜塔呢 大概是建于北朝的梁太平二年 那是在大概五五七年左右 当然也有说呢 是建在这个唐太宗的贞观 贞观七年的 那么这个两个相差了 大概是七十六年左右 这个就无所谓了 但是呢 这个塔呢 那么其实后来也倒掉过 也重修过 比如说康熙十八年的时候地震呢 最后就这个整个的塔身就歪了 但是没倒 那么后来呢 有三十八年就重新修了 那么在八国联军 占据这个通舟的时候呢 对塔呢也进行过破坏 但是呢没弄倒 到了1976年呢 大家都知道有个唐山大地震 那么这个唐山大地震呢 就是把这个塔也弄得有点颓废了 看到这个塔的样子啊 你看 这个塔的样子 跟北京大学的柏牙塔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 据说北京大学的柏牙塔 就是以这个燃灯塔为原形 修建的 大概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 好 那么到了这么一个原因以后呢 我们讲完了北京的水系 北京的几条河流风光以后 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讲讲 就是金航大运河 是吧 因为讲北京大运河 肯定在讲金航大运河 好 金航大运河的历史 大家就不用说了 大家很清楚 今天也不是我讲的重点 未来呢 我会带领大家 从北京大运河出发 一路走到杭州 是吧 来贯穿整个的这个金航大运河 进行重要景点的直播 今天我们只是开个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航大运河的历史呢 就不用我们说了 首先呢 金航大运河它并不是一次完成的 最早呢 金航大运河其实比我们这儿写的 春秋吴国为伐奇国而勘索的寒沟 还要更加的早 原因很简单 江南运河是早就成型了 可能比这个勘寒沟还要更加的早 因为金航大运河的在长江南面的部分 就叫做江南运河 那么到了这个春秋时期呢 吴国变得越来越强盛 那么为了占领北方呢 就要开始运送物资 大家就要在南方啊 你运送物资除了水路 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你要用陆路的话 首先罗马就不够 其实呢 陆路这个运输能力也太差了 而且南方呢 这个地比较低湿 一下雨就没法弄了 所以用河呢 最方便 所以呢 就这个当时的这个吴国 就开着了这个寒沟 寒沟呢 就是今天的大运河段 从扬州一直到这个淮安的那一段 或者说是从瓜州 瓜州就是潭江边上的这个 这个一个这个渡口 是吧 湿水流 汴水流流到瓜州 谷渡头 就是这个瓜州 跟这个在甘肃的瓜州县 是两个不同的地名 大家要要记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就就就就 第二次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大运河的建设呢 就到了这个水潮 水潮大家都知道 水扬帝是一个浩大喜功的皇帝 但是也是一个出卖雄心壮族的皇帝 他给中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 其实就是大运河 这个是 因为后来之所以中国成为中国 南北相连 其实跟大运河有着巨大的关系 所以水扬帝开着大运河的目的 当然也是为了运送物资 因为在这个水潮那个时候 江南已经比较发达了 明显的江南的物资 是比北方要多得多的 这个物资要用到当时的洛阳 省至长安 那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要是从陆路 要这个运输的话 那太费力气了 是吧 所以呢就要水路 水路呢 没有现成的水路 怎么办呢 那按照水扬帝的个性 就是没有水路 那我们就挖呗 对不对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水扬帝就下命令 是吧 开始挖这个大运河 那么这个大运河呢 一直是从这个 就是寒沟开始挖起 一直挖到了这个洛阳差不多 那么到了洛阳以后呢 水扬帝就想 他当时要打高丽嘛 要打高丽的话 那这个物资还得往北方用啊 到北方用又没有河流可运 当时要知道了 就是说在中国清朝以前 中国尽管也有海运 也有海船 是吧 到了明朝的时候 甚至由郑和下西洋 遭了巨大的海船 但是呢 在海上运输这件事情 从南方到北方 一直在中国 都没有真正的做起来 一直到了清朝的后期 尤其是到后来 有了轮船以后 才开始真正把海运 作为一个主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 要往北挖 那对水扬帝来说 也是很明显的 一拍脑袋就可以挖 所以呢 就又从洛阳的北边 大概新乡那一带 这个就是又开始挖 一直挖到了 今天的这个北京的通州 所以这是第二次 这个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 那么第三次金航大运河呢 实际上呢 是来自于这个元朝 元朝忽必利 这个建立了这个元朝以后 也是因为它定夺在北京啊 北京的物资 也是要靠南方供应的 所以整个的北京建都以后 尤其是从元朝开始到明朝到清朝 这三个巨大的朝代到今天 当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大量的物资也是要从南方过来 只不过现在呢 飞机高速公路 这个高铁 这个海运 已经让我们运送任何物资都不成问题了 但是大家稍微在古代 只能是船运 是最经济 也是效率最高的 那么毫无疑问了 如果说按照这个 这个水塘时候的大运河 要先把物资运到这个洛阳 再过黄河 割了黄河以后 再进入北方的这个运河 拐了一个大弯 那肯定是不合算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元朝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水利专家 叫做郭守静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又是个天文学家 又是个水利专家 天上有两颗星星 据说就是以过守静的名义命名的 但是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实际上就是挖大运河 就跟忽必利两人一碰 最后就说 把这个运河 金航大运河就不要拐弯了 就取直吧 就所以呢 就开始了第三次大运河的开挖 那么就是今天的 我们所看到的金航大运河 就是元朝的时候留下来的 尽管中间的河道 也有一些小的变化 但是总的大方向就没有再改变 那么这就是大运河的三次开挖 那么后来呢 到了清朝木清的 大运河基本上就废弃了 那后面呢 中国的大运河 除了南方的大运河 还在繁忙的运输以外 北方的大运河 有的就没水了 有的呢 也就阶段性的 就成了阶段性的航报 到后来就 基本上也就废弃了 但是呢 今天的大运河 已经变成了什么 世界文化遗产 是吧 2014年6月22号的时候 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 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成为了中国第46个 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那么随后呢 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遗产的 大运河的整治工作 那么现在呢 几乎所有的大运河 这样的城市 都以大运河为骄傲 那么不断的是 开挖开发大运河的文化 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呢 可以说大运河 已经基本上的 全线贯通 而且呢 大运河又变成了 南水北调的 主要的河道 所以呢 到了2022年 4月28号 就是去年的时候 金黄大运河 全线水流贯通了 那么到了2023年 2月9号 也就是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吧 据说要2月9号 2023年实现 金黄大运河 黄河以北 700000公里的 全线贯通 那么今天 也许我们到哪一天 我们就可以从通舟 坐上一艘船 那么跟古代一样 一直开到杭州 也可以从杭州 坐上一条船 那么一直开到 这个通舟 那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坐在游船里面 悠悠的游览 金黄大运河 沿岸的所有的风光 以及所有的文化 历史古迹 这是大运河的历史 但是有一点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 实际上 在1855年之前 黄河有很长一段 是金黄大运河的航道 就是黄河 从大概是从淮安 到徐州 这一段是金黄大运河的航道 那么 这个 等会我们再讲 这个黄河和这个大运河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金黄大运河分的段落 那金黄大运河呢 一般来说会分成七段 第一段的叫通汇河 第二段的叫北运河 第三段的叫南运河 第四段的叫汇通河 第五段的叫中河 第六段叫淮安运河 那么再加上江南运河 如果再加一段的呢 还有浙江运河 就是过了乾塘江了 因为乾塘江 从乾塘江到宁波的 那条运河 也现在有的时候会考虑成是 大运河的一部分 但是总共大概就是这个七段 那么这个七段呢 分成了 就是有原来开挖的 比如说像淮安运河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寒沟 就是在吴国的时候 就已经开挖了 那么也有就是元朝开挖的 比如说从林青到徐州这一段 实际上就是叫汇通河 汇通河还是忽必利亲自命名的 就是四通八达 这个河让整个的帝国四通八达的意思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元朝所开挖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刚才讲到寒沟 寒沟呢就是一条从正江 长江一北 就是刮州这个地方 一直通到了环安 通到淮河里面的这么一条 一条人工区 其实它也是把天然的河道 和人工的河道结合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运河 到今天为止 我因为我在这条运河边上走过好多次 新东方办了一个需要在扬州 就在扬州的这个韩国的边上 就是金航大运河的边上 所以到今天为止 依然是船来船往非常繁忙的一条河道 大家说现在有了铁路 有了高速 为什么还要船用船运 因为用船运依然是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最据约成本 而且效率依然是最高的 比如说在这个大运河上的船 一条船可能能装 比如说500吨 甚至1000吨 是吧 但是你想500吨1000吨 要用多少卡车 要用多少的火车头 要用火车车厢 才能把它运过去 所以它不紧急的 不要紧的物资 河运 海运 依然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好 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水潮 这个水扬地开的运河 水扬地开的运河 主要分成了四段 第一段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从这个差不多到洛阳开始 一直到这个 就是快到这个 就是应该是淮阴 差不多这一段 当时叫四周 于台 这个虚台 这个 那么第二段呢 叫三阳读 那么是 从这个 这个差不多淮阴这个地方 一直开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差不多到杭州吧 就是 到扬州这个地方 那么第三段呢 就是从足州 当时北京的名称 是吧 从足州一直开到了 就是今天的 差不多是在洛阳 和这个南边的通缉区 也就是当时开的 往南走的这个运河 项链 那么再到这儿呢 大家其实不知道的是 从这个长安 因为当时不管水潮 还是唐潮的首都 其实是在长安 居然也开了一条运河 这个运河呢 叫做广通渠 是一直开到了 从渭河那边 一直开到了黄河 再通过黄河 那么运送到洛阳 把物资 或者是从洛阳 把物资 通过黄河 再进入广通渠 运送到长安 当然这条道 非常的选境 因为黄河 叫做水及 暗流很多 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大家大概 没怎么听说过 这么一个 就是运河的存在 好 到了水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叫做 节外取直工程 就是当时 在元朝的时候 它是怎么做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路线 就可以看出来 你看这是从北京开始 在隋唐时刻的大运河 在北京开始 从隋唐开始的大运河 你看 北京到天津 到昌州 到德州 到临清 然后再往下 拐到新巷 再到洛阳 然后再从洛阳 开始到郑州 到商丘 到苏州 苏州 到这个淮安 再到扬州 镇江 苏州 杭州 绍兴 宁波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过了前唐降以后的运河 这是一个连接线 我们通常不把它算在 金航大运河的范围之内 那么后来呢 就要取直 就是把这个三角形 给绕开 那么在郭守敬经过了考察以后 就取了这么一条路 主要是借了当时的 这个叫一条湿水的河 加上黄河古道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这个 从淮安开始到徐州 这一段实际上是黄河 在古代的时候 直到1855年 黄河改道 这条道才没了 那么在徐州 在旺上 就有一条河 叫湿水河 就三点水河 1234的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利用这个河道 再经过人工开挖 就跟上面的渭河相连 渭河就是从差不多 天津昌州开始 一直往下的 另外一条河 渭是渭生的渭 所以实际上是 把河道和人工开挖 连接起来 就形成了当今的 金航大云河的这个河道 所以这个河道呢 是从元朝开始 大云河取直工程开始的 从1281年开始 到1293年 元氏作霍碧烈 是吧 以过手镜为总设计师 这是一个大财 你要知道 尤其是在水利和天文方面 那么最后呢 就是重新修建这个大云河 缩短了900多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路程 那么使整个的南方 水运 物资用到北京 变得非常的容易 当然它也经过了几段 比如说第一段是 1289年 这个开着了这个汇通河 然后1291年呢 又开着了这个通州 到北京城的通汇河 是吧 直到就是1291年 开通实际上是真正的开通 应该是1293年 那么南北大云河的 全线贯通 杭州的物资 可以不下船 就一直用到北京城里的 积水潭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运河状态 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 开着大云河以后 有两个人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呢是忽必利 一个呢是这个 就是郭守靖 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这个忽必利 在这个1279年 是吧 把南宋给消灭了 这个时候像文天祥 这样的人 就是忠君爱国 是吧 士不投降 那郭守靖也是个汉人 怎么就这个 就帮着忽必利 在这个建立元朝呢 那这个 就是一个 历史 这个背景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其实从北宋开始 中国就从来没有 真正统一成一个 大一统的国家 在北宋前期是 大家都是 气呆的疗潮 是吧 差不多到今天的 就是北京 今天的北京 当时还在疗潮的手中 要一直到河北的定州 那一带 苏东部还到河北的定州 去当过这个 是不是太守 我不知道 当过领导 反正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定州往北 就是当时石敬堂 献给七代的 燕云十六州 当时就在七代手里了 那到了京朝的时候 南宋就变成了 只到了淮河 就淮河以北的 大量的地区 那黄河以北 几乎全部地区 那就几乎就变成了 京朝的这个领土 那郭守靖是生活在 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出生在今天河北的邢台 那河北的邢台 毫无疑问 就是京朝的一部分 所以从郭守靖出生开始 他就已经生活在了 当时如果我们把它叫做少数民族的话 就是说京国人所统治的这么一个朝代 所以他换成蒙古人统治 几乎是没有感觉的 他觉得他出生就在这个地方 那至于说 河北里这样的一个人 算是雄灾大略 统一了中国 那么帮助这个帝国来建设 这种基础设施 使老百姓的生活能变得更好 对于郭守靖来说 也是毫无问题的 所以呢 今天有人说 郭守靖怎么没有节气 去帮着这个河北里去建设 怎么不像一些 当时蒙古 把这个南宋给灭掉以后的那些壮士一样 就是硬死不缺呢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去 因为他本身 从小到大就生活在北方的那个环境中间 而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北方有一半时间是什么 是其他民族统治的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我们讲到忽必烈的时候呢 也都知道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 是吧 是一个其实还是有点雄才大略的 这样的一个本领吧 那么他是这个提摩真 也就是陈吉思汉 是陈吉思汉的这个孙子 是陈吉思汉的儿子托雷的第四子 那么托雷呢 很厉害 因为他的儿子这个蒙古 就是当时是元先宗 那么紧接着 当时呢已经叫元朝了 但是呢定东呢并没有在北京 后来蒙古死掉以后呢 忽必烈呢就从前线 本来是在打南宋的 结果呢就跑回来 从他的这个同母弟弟 叫阿里布格 去攻夺这个汉卫 当然忽必烈还是最后 夺取了这个汉卫 那他去汉卫以后呢 在1267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上都移到了这个北京 当时叫大都 那么上面的这个呢叫上都 在今天的内蒙古 大概西林哥勒那一带的这个地方 那么最后呢 就到了1274年的时候 当他把他的自己的弟弟 就是阿里布格 给消灭掉了以后 就是摆成了内斗以后 就开始进行征服工作 那么最后呢 就是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就攻陷了这个南宋的首都 临安 就是今天的杭州 那么最后呢 完成了这个整个中国的 这个统一工作 就是在1279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我们讲到的 那个就是 就是大云河的建设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忽必烈想起来 要建大云河这件事情 和郭守经要商量 建大云河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到了差不多 差不多是1281年 那为什么是那个年来呢 就是因为在 这个征服南宋之前 南方的所有的物资 它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它只是 在北方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没有那种 就是强烈的 要有这样的一条河 来把这个物资 给运送到北京的 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愿望 但是当整个的这个南宋 变成了元朝的一部分 那毫无疑问就是 南方的丰富的物资 物产 毫无疑问就要运到北京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有了 要建这个大云河 要开挖金航大云河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 郭守静 郭守静在当时 已经是很有名了 这个你看 他在1264年 也就是说元朝还没有 真正这个 就是打下这个南方之前 就已经变成了都水少街 那么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这个开挖金口河 以永定河水 是吧 运送西山的墓石 到来建设大都 这里面又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北京的西山 就是今天的这个香山 这个还有是这个永定河 北边的西山那一带 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原始森林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元朝决定要在北京建大都 那么就需要大量的木产 北京今天有一个在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就是斯大海那边 有一个叫白塔市 你知道这个白塔市 就是元朝建的 这个白塔市用掉了多少木头呢 用掉了五万多根木头 就一个白塔市 就用掉了五万多根木头 那要建设整个的大都 你想用多少木头 这个木头从什么地方来呢 有很多就是来自于北京的西山 那西山的那些大木头 怎么样扛到北京呢 那么远 很难扛 所以呢 就当时这个忽必烈就让郭守静 说你把那个金口河啊 给他打开 打开以后呢 用永定河的水引过来 这样的话呢 就把木料放在水中间 那么一直把木料漂流到 元大都的建设的城下 这个呢就变成了 就是说金口河引永定河水 引西山的墨石 来到大都的工程 所以这个郭守静很早就参与了 这个元朝的这个首都的建设 那么后来呢 他就就是因为忽必烈 要挖这个金航大运河 所以呢就去勘察了 我们刚才讲的 四水渭河等水道 是吧 把做了一个金航大运河的 取值的方案 那么一直到这个 这个到了一九 一二九一年 那么最后呢 就是在北京 又打通了通汇河 让这个大运河 一直能够进入到北京 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四沙海 或者是积水潭 那么这样的话 金航大运河呢 就在郭守静的手下 全线贯通 这就是这两个人的 就是两个人在金航大运河 中间取到了重大的使用 一个呢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郭守静 所以我们今天到积水潭边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纪念馆 叫做郭守静纪念馆 这是我亲自去拍的这个照片 当然里面也展示了 郭守静的这个平身 这个功绩和功劳 在天文学方面的这个贡献 以及在水利方面的这个贡献 那么除了郭守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纪念馆以外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大运河 不好意思 讲到了大运河和黄河的这个关系 大家觉得大运河和黄河还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而且关系很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黄河的流域图 大家当然很熟悉 是吧 黄河发源于巴雁克拉山 是吧 最后歪歪曲曲的 这个经过了这个甘肃的这个 黄河不仅仅是一直往东流的 大家可以看到黄河九曲十八弯 往东流 往西流 往北流 往东流 再往北流 再拐下来往南流 再往东流 但是不管它怎么拐弯 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走向大海 但是黄河走向大海呢 并不是那么稳定的 在到郑州之前 黄河相对稳定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路都是在山中间 黄河想改道也不太容易 但是呢 到了郑州 到了洛阳以后 就变成了平原 那平原上黄河改道 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 而且呢 由于黄河经过了 这个山西和陕北的黄土高原 就带来了大量的泥沙 这个泥沙沉淀呢 会导致黄河的河床不断的抬高 变成什么 变成地上河 那么一旦如果黄河发大水 把黄河的地岸给冲掉 那么很容易黄河就改道了 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 到了黄河下游 会有那么多自然灾害发生的 这个原因 当然还更多的 还有一些是人为的灾难 所以黄河的改道呢 主要来自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大自然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人为的 比如说人为的挖了以后 这个就是让黄河改道 比如说这个蒋介石 曾经在花园口 为了挡住日本鬼子的这个进攻 就把黄河花园口给炸开了 结果呢 噎掉了几十万人 是吧 这个最后也没有真正的挡住 日本人的进攻 但是这个不仅仅蒋介石做过 在古代的时候也做过 今天的黄河呢 是一直到了这个山东的东营 就进入陆海了 大家以为从古代开始 黄河就是这样的 实际上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 再回到大云河 我们看到这个 在古代的时候的黄河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是黄河过来了 黄河经过了什么 看到他有没有看到 经过了徐州 到淑谦 刘强东的故乡 到淮英 当时叫青江 淮安 完了呢 再沿着淮河 就是叫黄河夺淮 进入了这个海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实际上 这就是黄河故道 可以看到大云河的一部分 从寒沟开始以后 到了淮安 一直到徐州市 用的黄河河道 在从了徐州 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黄河取直 是吧 用了湿水的河道 再用了渭河的河道 这叫做黄河 这个大云河的取直工程 这么来的 那后来怎么就 黄河就 又不在这儿了呢 那我们看看下面 就是 看到黄河 的变化 到了黄河下游以后 它跟长江不一样 长江的水相对比较轻啊 我小时就在长江 变上生活 所以尽管长江有发大水的时候 但是呢 它不像黄河一样 这个低岸就被冲毁以后 这个水四处卖颜 黄河由于是地上河 所以呢 只要一旦什么地方居滴了 它这个黄河的水就再回不去了 因为前面的河道就已经作废了 这个黄河就肆无忌惮的就流向了 这个这个这个华北平原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不断的改道 所以从古代开始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红红 红的深红色浅红色的就是黄河改道的这个证据 那么从最早的时候公元前602年啊 这个黄河从这儿你看一直到了差不多到北京啊 这个地方到天津这个地方才落海去了 那么到了后来呢 我们前中间的就不讲了东汉的故道是吧 这个后来呢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圆的故道 这个南宋和圆的故道呢 在某种意义上还是 部分意义上是人工 这个人为的在那产生的 因为当时比如说 在这个这个南宋初期的时候 为了挡住这个金人的 就是金朝人的这个进攻 就在开封边上把黄河给挖开了 结果呢 直接导致黄河第一次就是黄河夺怀 而这一夺怀呢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淮河 一直到海洋 就一直到了1855年 但是呢在明清的时候呢 它的道路又改变了 又从大概是在今天的郑州 差不多那一带 是吧 这个又改到 改成了明清故道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条黑色的县 就是今天的黄河道 那今天这个黄河道是怎么来的呢 来自于1855年 来自于1855年 所以我们来看 黄河夺怀第一次是怎么采生的 它有历史故事 就是在1128年的时候 南宋的宋高宗 是吧 那么就是当时在汴京 当时的这个开封 还在南宋手里 所以他的首将杜冲 眼看着金国大兵要压境啊 就决定决黄河有四罗环 以阻尽病 是吧 结果呢 这个就在华州那一带 就扒开了黄河 结果呢 黄河这个卖冠 大水卖冠 淹死了百姓二十万 完了几百万人受灾 是吧 上百万人受灾 那么它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让黄河的河道 就是南流改道 就基本上后来的几百年 就一直固定下来了夺怀鲁黄 持续了七百多年 那么一直到了1855年的时候 在河南的南考 南考就是郊羽路 共住过的地方 是吧 在南考重新北斐决口 那么这样的话 黄河赴流北上 那么一直到了 今天的东营这个地方入海 当时在这个北方 有条大清河 所以黄河就把大清河 给并进去了 那么到今天呢 就变成了就是 今天的黄河道 到了今天的黄河道 已经不会随便改变这个方向了 原因一个是 现在加固地岸的能力 已经大大的加强了 抗洪防险的能力 也大大加强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济南的 这个北边能够看到黄河 但是原来黄河其实是跟济南没啥关系的 离开济南很远 是吧 当然后来呢 就是就形成习惯了 打仗的时候 动不动就扒黄河 比如说南宋扒黄河淹了精兵 经国又扒黄河淹了援军 援朝又扒黄河淹了明军 是吧 到了蒋介石呢 还扒开黄河淹日军 所以扒来扒去呢 最倒霉的呢 就是老百姓 老百姓最倒霉 但是不管怎样呢 就是1855年的时候 最后黄河呢 就决地以后 那么它所产生的新的河道 就一直到了今天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南考黄河流经的地图 大家看 这就是黄河 看到没有 这叫黄河 到了这个地方 黄河到这个地方决地了 决地以后呢 其实是先往西北流 再往北流 再往东北流 最后一直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样流啊流啊流啊 就是一直流到了东营 入海口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个三条河的关系 第一条河呢 就是这个老黄河 老黄河从周二开始 一直流到徐州 是吧 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是金航大运河的一部分 环埃到徐州 是用的黄河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到了徐州 到环埃 再最后进入海洋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新黄河 开始往东北方向走了 那么一直过了济南 你看现在的济南 就在黄河边上 原来这个济南 离黄河很远很远 是吧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东营 进入了这个 渤海湾 那么这条绿色的线 就是大运河 是吧 你看从徐州开始 大运河 黄河分离 那么最后进入了 藻庄 就是台尔庄 大家非常熟悉 台尔庄战域 大家非常熟悉 是吧 到今天台尔庄也是一个 文化遗产的这个古镇吧 应该是 经过纪宁 到辽城 到林青 最后到德州 最后到北京 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三条河的 这么一个关系 好 讲完了这个黄河 和大运河的关系以后 我们就可以下面来讲 今天的主题了 叫北京大运河 北京大运河 那北京大运河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地图 就可以看出来了 什么叫北京大运河 就是从通州开始 从通州开始 就是进入 这个图不是太正确 通州原来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是开始到北京去的河 那么大家看到 周尔是北京的城中心 假如说周尔这个地方 是北京的都城的话 就今天故宫的守在地 那么这个地方 差不多就是积水潭 湿沙海 这是大运河的终点 也就是说 所有的从南方开过来的船 经过了这个北运河 进入通汇河以后 那么最后到达的终点 是这个积水潭 积水潭曾经有过 逐如相连的 这样的壮观的场景 就是到处都是船 但是没有水 船要开进来的话 是要有水的 北京的地势呢 是西北高 东南低 也就是说 它不是平的 所以呢 如果没有水的话 那根本就船开不进来 那怎么办呢 就要解决水的问题 所以解决水的问题 在城里是解决不了的 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 要因永定河的水 引到城里 风险太大 是吧 动不动就发大水 动不动就把城给冲掉了 那谁都不敢 所幸的呢 我们讲过了 就北京的东北部 这个西北部 泉水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呢 还有三条河 叫东沙河 北沙河 河南沙河 那怎样把这儿的水 引进来 引到北京 变成北京的水源 既能够引用 又能够航船 就变成了一个 要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出厂的 依然是大哥郭首进 这就是郭首进 厉害的地方 那郭首进 就想着 要把这个 给引过来 大家可以看 这里面 有这条虚线 叫白福泉 这个叫做白福温山河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叫温山伯 温山伯是什么呢 就今天 颐和园的 昆明湖 大家如果到过 颐和园的话 发现昆明湖 也是一个浩庙的大湖 是吧 当时在 元朝的时候 叫温山伯 不叫昆明湖 这个 在元朝的时候 还叫过西湖 即使到了明朝 昆明湖也是个野湖 不要忘了 颐和园 是在清朝的时候 建起来的 在清朝之前 就是个野湖 就是颐和园 现在这个 浮香阁所造的那座山 就叫做温山 所以温山下面 这个湖 就叫做温山伯 大家就这样 那 过守境 你就开始考察 怎么样能够 收集到北京的水 并且引入到积水潭 并且把积水潭的水 和通汇和贯通 这样的话 能够让北运河上来的船 到了通州以后 继续往前航行 一直航行到 北京的城里 那么 最后就考察了 昌平的白富泉 我们刚才讲过了 白富泉边上有什么 十三陵水库 今天的十三陵水库 白富泉就在 十三陵水库的下面 是吧 当时白富泉的水 泉水从地下 咕咕地冒出来 像一条河一样的 那么的壮观 而且呢 看不出来 它有断头的时候 所以可见 在古代的时候 这次到了元朝的时候 北京的水源 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还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他就想着 要把白富泉这边的 也就是像东沙河的水 最好还能聚集一下 南沙河和北沙河的 还有清河的源头的水 能够把它引到昆明湖来 当时引到翁山坡 那本来的应该从白富泉 就一直挖一条河 直接通过来就完了 但是古代的那边 这个本领过河的时候 它怎么办呢 它没有办法造过河渡桥 是吧 那个河很宽的 这个南沙河和北沙河 是吧 还要到清河 那怎么办呢 就直接造过来 不方便 而且直接造过来 水量也不够 因为它想要沿山 因为这边是北京的西山 叫妙峰山 妙峰山上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一下雨也会有很多的雨水下来 它要把这个雨水都给收集起来 所以这个郭守静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我们就唠一圈 就是沿着整个的北山西山 从白富泉开始引第一道水 再把山周围的水收集起来 一直引到今天的 以后园的昆明湖 这个想法很厉害 对不对 那很厉害在什么地方 大家如果知道北京的这个水系的话 就知道今天北京有一条 北京老百姓饮用水的 非常重要的河流 这个河流叫做什么 精密饮水渠 精密饮水渠 今天的路径 当然已经不在 起点已经不在白富泉了 今天白富泉已经完全干涸了 等会我给大家看图片就知道 再往前走就到了什么 命云的命云水库今天 所以精密饮水渠 是把命云水库的水 通过精密饮水渠引过来 引到北京城 但是他用的路径 当然不是完全重合 但是他的主要路径 就是当初郭守静所开发的 从白富泉到昆明湖的白富翁山河 你想在当时那个环境下 没有任何科学仪器做测量 也没有任何办法来测定 到底白富泉的地势 比北京到底高多少的情况之下 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说郭守静是个超级天才 是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太厉害了 那么也就是说 即使到今天我们的水利建设 都没有离开郭守静的思路 基本可以这么说 那么把这个水引过来以后呢 就储存在了这个 翁山博就是今天的昆明湖 并且把昆明湖进一步挖大 就是原来的这个翁山博 并没有现在今天昆明湖这么大 也许是它的一半 后来就继续挖 为什么呢 因为要储存水啊 这个水要定期的往城里送 这样城里这个航船才会有水啊 因为水是它是慢慢会漏掉的呀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有了翁山博和玉泉山 这样的一个终点在 所以如果不夸张的说 翁山博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 是中国某种意义上 第一个人工水库 就是自然水加上人工水库的 这个构成 那么到了这个翁山博以后呢 这个再经过今天叫南长河 原来实际上是高粱河 这个等会我们讲到高粱河 再进入这个积水潭 积水潭的水在贯通道通汇河 这样的由水源而来 再经过这个闸口把水流住 那么船就可以从这个北运河 一直就开到了北京城里面 这就是叫做北京段大运河 可以看到 是吧 它的连继点有白福 翁山河 南长河 也就高粱河 到钻河 钻河是后来到了明古时候才开的 到积水潭 也就是石沙海 在经过浴河 这所以叫浴河 实际上是浴的浴 就是皇帝在皇城跟边上的河 跟通汇河相连接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所有这条河这条水系 在这个元朝的时候 都叫做通汇河 所以通汇河 其实不仅仅是现在北京 从朝阳这个西边门 这个东边门 一直到这个通州的那一段 现在它实际上是全部贯通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线 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这个从白浮泉到汪山博 也就今天的精密营水渠的这个路径 你看有不少从合 这条虚线是精密营水渠 看到没有 那这条石线呢 就是当时的 就是这个白浮泳山河 就是当时的 你看它这么拐了个歪以后 从龙山就是仓平那个东沙河 现在十三里水库的发源地 一直开始 你看横穿了北沙河 横穿了南沙河 还有我刚才说过的关沟 是吧 那么又横穿了南沙河 完了到最后还连上了青河 那么最后进入了昆明湖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系图 收集北京的所有能收集到的水 全部送到城里面 那么到了汪山博以后呢 继续往下送 这就是从汪山博 经过高粱河到积水潭的 这样的路径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从翁山博经过高粱河 从高粱河进了元大都的城里面 是吧 这个是京中都 就是后来就是元朝决定不用京朝的都城 往北一下 是吧 往东北一下 就建成了元大都的城 今天这个北京有个土城路 就是这条路是北京土城路的所在地 就是元大都的北面的城墙 所留下来的土城 留下来的这个土杠子 实际上是 进入高粱河 现在叫南长河 那么进入积水潭 那么船就是从通汇河开进来 最后呢 经过通汇河一直到了积水潭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要整个皇城里面 就北京城里面要用的所有的物质 就可以直达皇城根下了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些图片了 我刚才提到白福泉 是吧 是一个文化遗址了 超级文化遗址 大家会看到这个白福泉 这个九口泉沿 看到没有 放大一下 对 看到这个泉沿没有 九口泉沿 当时这些水啊 那就是就是喷勃而出啊 你想想 喷出来的所有的水 就能够变成一条河 你想这个水有多大 是吧 地下泉水 加上这个 其实它说地下泉水的来源 就是东沙河的水 渗透到了地下 从之后就喷出来了 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你看到这是白福泉 遗址 现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水了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遗址 那么再来看 就是当时的这个白福泉山河 今天的金面银水渠 这是在快要进入 颐河园的时候 的这个河流 大家可以想象 当初在郭守经的一个年代 尽管两边没有修建的这么好 也不会有石器的岸边 但是可以想象 那个水流从山上流下来 一直流到颐河园的 这种感觉 好 再往下看 你看这就是必不当样的 这个颐河园 昆明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亲自拍的照片 都是 你看 这个也叫翁三伯 翁三伯呢 最晚在京太的京朝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是吧 在元一统治方面 就是燕成西北三十里有育泉 自山而出 红尘百青 是吧 极其放户长川 浑浩流转木质其崖 就是说这个水来了以后 这个整个的天然湖泊 形成了已经木质其浩浩荡荡 是吧 飘飘渺渺的这种感觉了 当然今天你要是 到了这个 这个阴天或者下雨天 某某细雨的去看 这个颐河园 依赖也有浩浩渺渺的感觉 还依然有魂浩流转 木质其崖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晴天的话 就变成一碧万青 是吧 上下天光 一碧万青 是吧 春河景明 这种感觉 这个 这个沙欧祥席 是吧 锦铃游泳 是吧 暗自庭兰 玉玉清清 这是在这个 这个 越洋楼记里面 范宗彦所写的 也可以用到这儿了 你看 这个就是古代的 我们刚才讲过的 龙山坡 大家你可以 弄个静静 给大家欣赏欣赏 这些美景 这个地方的宝塔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玉泉山的宝塔 大家都知道 玉泉山是当时 这属于叫玉泉山 就是泉水很多 这属于叫海淀 就是水很多 所以整个洋楼山坡 最初形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从西山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香山 从香山流下来的水 和这儿的泉水 流到了这儿 刚好有个低洼处 就形成了自然的湖泊 叫翁山坡 今天叫昆明湖 就是这么来的 好 刚才提到了几条河 那我们着重讲一下 高粱河 高粱河呢 也叫高粱水 据说发源于今天的子族院 紫竹院 大家都知道 紫竹院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 紫竹院也有 也有里面有一个湖 就是高粱河形成的湖 但实际上 你想在城里这么一个平地 怎么可能发源一条河呢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 那这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古代永定河水系中间 所产生的一条河 就古代的永定河 也是来回不定的 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黄河一样 出了这个永定河出了西山以后 就到了卢沟桥那一带 是吧 到了三家村那一带以后 也是一发大水就乱流 一会往北流 一会往东流 一会往南流 只是不往西流 因为它从西边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 流着流着 其实实际上 今天的这个高粱河 和这个积水潭 包括中南海 就是在古代的永定河的杰作 就是永定河流出来以后 从这个高粱河这一带 变成了它的一条干道 所以当高粱 当永定河又改道以后 就是永定河到了东汉以后 永定河河岛就难移了 那么原来的河岛留下来 被叫做是高粱河 那么这个留下来的积水潭 这个中海南海 这个都是高粱河的杰作 也就是实际上是 古高粱河的一部分 古永定河的一部分也是 所以这就是北京的 整个的这个城里 现在我们说后海 后海前海 对吧 就是它就是这么来的 那高粱河呢 是有这个这个 有有故事的 这个我们先把这个图讲完 在现代地图上 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河流的痕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从这个昆明湖开始往下走 这个地方其实也算是 高粱河一部分 也算是这个南长河的一部分 那么过来 沿着这个这条路线过来 到紫竹院 到紫竹院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 这个就到了这个动物园 这个这块绿色是动物园 到了动物园以后呢 再往东走 一直流到了这个积水潭 流到了前海北海中海 就是来自于这么一个 一条路线图 这也是 就是郭守静所开挖的 这个通汇河的一部分 好 讲到高粱河呢 有一个历史典故 大家就应该就要知道一下了 大家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高粱河之战 高粱河之战呢 是在这个979年 宋太宗为了夺回五代的时候 石敬堂 是吧 这个石敬堂称这个 妾带为爸爸 大家都觉得这是 这是汉奸 其实石敬堂本身就是个少数民族 是吧 那么 各给妾带的 艳运十六周 你要知道整个的宋朝的历史啊 都跟丢了艳运十六周 有重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宋朝当时掌握了艳运十六周 就很难有辽朝 跟宋朝的这样的几十年的对峙 更没有经朝可以一直打到 这个淮河边上 甚至打到长江边上的 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丢了这个地方 就没有了天险 就是整个平原地区一泻而下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这个到了明朝 我觉得朱棣啊 就是建首都 当然元朝就建了 元朝就建了这个大都 但是因为元朝嘛 毕竟本身就是 这个蒙古民族 所以他们本身 草原和这个平原是不太分的 而且他们也没有这种 要守着长城这么一个概念 守着关崖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呢 到了明朝的时候 因为又变成了汉人的这个朝代 汉人朝代一想到的就是 如何防止这个草原民族 能够进攻 防止他们的进攻 防止他们进攻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建长城嘛 所以把长城建在这个山顶上 所以呢 明朝建长城就建了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在北京所看到的长城 大部分都是明长城 是吧 那么当时丢了夜云十六周以后 很明显的就是 这些像来 辽朝啊 经朝啊 居高临下 所以随时都可以侵犯 就是平原地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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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当时的北宋 后来的南宋 那毫无疑问就 没有怀手之力几乎是 那么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 宋台中 刚刚接了这个这个这个 赵匡英的位 赵匡英是他哥哥 是吧 这个 灼光浮影 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 赵匡英是被他弟弟宋台中 赵 赵光义给砍死的 砍死以后呢 宋台中 赵光义就自己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以后呢 因为觉得自己威望不够 就希望通过几个大的战争 来建立自己的威望 所以打的第一战呢 就平了 占据在今天太原一带的北汉 那么打了北汉以后呢 觉得打仗还挺容易的 其实赵光义其实本身 宋台中并不是一个军事家 他只是觉得打仗很容易啊 所以就临时起心动念 说我们干脆一举 就把北京给拿下吧 就把幽州给拿下算了 这样的话 把艳运十六州就干脆就读过来 他既没有去估计 就是当时的潦草就切单 他们的这个军事实力 也没有估计到自己的手下 刚刚打了一场大仗以后 最后 其实已经筋疲力尽 而且他还犯了另外一个仇 打完了这个北汉以后 他没有奖励自己的将士 他告诉大家 我们把幽州一起拿下来的再奖励 那大家都觉得 这个阶段性的鼓励很重要 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做公司 也要说就是 你做公司 你必须是要 实时的奖励你的手下去努力 不能说等到一年以后 甚至十年以后再奖励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宋太宗的这个行为 直接导致了他的将士士气不高 但是因为皇帝下了命令 所以就打背 所以就从太原 也没有修整 直接就出了 穿过太行山 到了紫禁关 到了这个足州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到了这个足州 再从足州往北走 就包围了今天的北京 但是呢 辽军当时也是拼死作战 调了好几路军队 那么最后打的最后的结果呢 当然宋朝 就是宋军失败了 那么失败呢 这一个失败呢 非常的要命 既打掉了宋太宗的信心 也打掉了未来宋朝北宋 可以取回燕云十六州的某个机会 为什么 一战就被打怕了 实际上 当然后来又过了几年 大概过了八年 宋太宗又去打了一次 想把燕云十六州给夺回来 结果呢 又打失败了 连续两次打失败以后 再也不这么想了 所以呢就有主动的进攻 变成了被动的防守 但是被动的防守呢 除了黄河以外 又没有任何天险 所以呢 到最后 不得不用金钱来换取安宁 这就是为什么北宋 每年都要向燎潮 去贡献很多贡品的 和金钱的这个原因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最后 燎潮也不行了 因为在安宁中间 燎潮的战斗力也下降了 结果呢 在这个北方的 在东北的这个 女政人 金潮 是吧 又兴起来了 结果呢 就把燎潮给灭了 顺手呢 又把北宋给灭了 那么最后呢 就 宋潮就变成了偏安一遇 到了这个 长江南面 最后就变成了南宋 所以高粱河之战 其实有着 改变历史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说如果高粱河之战 北宋打胜了 就赵光义打胜了 他不是那么着急 不是那么的急于求成 如果打胜了的话 那今天的中国的历史 可能就要改写了 好 讲完了这个 这个这个 高粱河之战以后呢 我们就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 一些图片 这也都是我亲自去拍的 那么第一个呢 是通往子住院的南长河 就是我们可以讲到的高粱河 现在叫南长河 这个 那大家看看 这个现在也是风景秀丽啊 是吧 现在呢 从南长河 就是从北京的子住院 老百姓可以直接坐船 一直开到颐和园 所以一到这个 就是旅游季节 这个河里面 依然是 现在是传来传往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两岸的风景 还是秀丽的 就是当然了 它并没有三高 三清水秀的那种感觉 但是今天的水 这个水都很好 为什么 都是从精密营水渠 流下来的水 非常干净 这个就是 这个南长河的一些照片 那么 搅拌南长河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 就是 南长河的有一段 就是到了动物园 再到积水潭的那一段 就叫做钻河 这个钻河呢 它其实原来是 整个的这个 精密营水 就是不能叫精密营水渠 就是从这个 就南长河的一部分 高粱河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叫钻河呢 就里面的故事呢 非常简单 大家看到这里面 有一个火车站 推一下 看到这里面 有一个火车站 北京北寨 北京北寨谁造的 詹天佑 造北京北寨是为什么 因为这条体路 一直往北通 就通到了巴达林 这个詹天佑 建巴达林人质轨道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北寨造的时候呢 它刚好下面压的是什么 压的是这条河 就是南长河 那这条河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 本来是应该连在这儿的 看见没有 连过来 这条河连过来 但是下面有火车站 怎么办呢 那河呢 又不能不保留 所以呢 就干脆 把这条河重新挖了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往北闹了一下 过了北京北寨以后 再过来 再闹回来 一直闹到了 积水潭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积水潭没有 一直闹到积水潭 那大家看到 是不是转了一圈 这就叫转河 那为什么要转一圈 就是因为 为了避开北京北寨 这么一个建设 那后来呢 这个 这个转河就被 有的被填平了 就变成了一条暗河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1977年的时候 对这个 对这个河流进行治理的时候 在钻河上面盖上了盖子 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是个臭水河 北京的每一条河都曾经是臭水河 就是每一条河都是老百姓在边上几乎变得臭不可闻 今天每一条河都变成了风景秀丽的这个旅游河 可见 我们祖国的建设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是吧 那你看这个 就是这个钻河盖上盖子 就形成了一条暗河 就看不见了 当然 今天钻河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到2002年的时候 北京开始进行了钻河的整治工作 重新挖河道建船闸 是吧 建跨河桥 是吧 那么建码头 总共投资了6.26亿元 是吧 那么最后到了2003年9月32的时候 就竣工钻河恢复了通航能力 今天旅游者就可以乘船从德胜门 是吧 到达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 当然中间其实好像要换船才行 不管怎样 就是整个钻河就变成了一个 又重新恢复到了小桥流水的 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状态 我们来看看钻河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不是我拍的 是从网络上扒拉下来的 这个我没有来得及去拍 但是呢 大家看到小桥流水人家 这种感觉已经有了 这个河道里面还能够开船 是吧 是很漂亮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实际上风景在于 人类我们要爱护 要整治 是吧 但每一个城市 其实只要是城市的这种建设者 有眼光 有格局的话 都能把这个城市变成移居城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说到钻河以后呢 我们就来说另外一条河 这条河呢 叫玉河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玉河和玉河 这两个音试相同的 你给照一下 但是呢 实际上 它是同一条河 同一条河 好 那这个玉河呢 实际上是当时 郭守静他们建的 通汇河的一部分 也建于1293年 大家知道 这个通汇河1293年通行嘛 是吧 那么 到了明朝的时候 再改成玉河的 这个 改成玉河的原因 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 这条河被皇家专用了 就已经不再通航了 当时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玉河起到的作用 很简单 就是金黄大云河的水 通过玉河到了寄水潭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曾经在这条河上 也是运在粮食货物的船只 穿梭不息 是吧 寄水潭的码头 也是逐如避水 逐如千里的 这种感觉了 反正 那么 到最后 玉河就消失掉了 到今天 玉河也只挖出来了一部分 那为什么会消失掉呢 就是 这个 在1918年以后 玉河呢 就没有水了 没有水以后呢 到了1956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已经解放了 在河道呢 就被彻底的填满了 把河道就给填了 这个河道就没用了 是吧 上面就盖买了房子 这个盖买房子以后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临时建筑 但是老百姓都住在里面了 是吧 直到了2005年 是吧 玉河的保护工程呢 就获得了批诊 那么后来就开始挖掘 清理 清理出了元朝 明朝 清朝时期的河道 是吧 那么 最后呢 在万宁桥下面 终于接上了这个积水潭 万宁桥就是进入积水潭的 最后一道桥 差不多是 那么 这样一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道 就是唯一一个北京的大云河 到今天没有挖出来的 因为已经没法挖了 在北京的两条楼 叫做南河燕大道 大街和北河岩大街 南河岩大街和北河岩大街 这两个河岩就是当初玉河边上的路 但是今天呢 已经这个玉河没有了 路还在 是吧 已经变成了大道 是吧 中间在中间隔着的呢 是黄尘庚公园 黄尘庚公园呢 等会我们要讲 为什么叫黄尘庚公园 这个 但是呢 有一部分的玉河 还是被挖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这位是被挖出来的 玉河固道遗址 这是被挖出来的 那么 这个 这个是挖出来的 玉河河道 一部分挖出来的 玉河河道 还是很漂亮的 只要挖出来 就很漂亮 好 讲黄尘庚遗址公园 黄尘庚遗址公园 也是有故事的 大家都看过电视剧 黄尘庚下 就是说我们讲 黄尘庚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北京的地图 就可以看出来 北京的地图 北京呢 分成了三圈 第一圈 第一圈的紫禁城 最中间 这是紫禁城 稍微放大一点 这是紫禁城 第二圈呢 就是黄尘 大家看到黄尘呢 是相当于 有点像当初的 元大 没到元大都 就是元大都的 这个 黄尘比 当时不叫紫禁城 比这个要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 就把这个 这个中海 北海 中海 南海 都给围进去了 你看这一带呢 都叫做黄尘 那么这个黄尘呢 主要是在 明朝和清朝 的这个位置 那么第三的 就叫金城 就是北京的城墙 所包围的北京城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熟悉的地名 西制门啊 德胜门啊 安定门啊 东正门 朝阳门 崇门门 正阳门 宣武门 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吧 当然后来 北京明朝的时候 因为不够用 又往前面 加了一圈 这个北京的 这个外城的城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一圈红色 就叫做黄尘 那么 住在这个 黄尘周围的老百姓 就叫做黄尘根下 是吧 所以这就是 黄尘根下 这个概念 好 看到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刚才讲到的 玉和 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看到 这个是紫禁城 这是黄尘 这是北京的外城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北京的金城 是吧 北京的这个 这个内城金城 大家看这个水系 这个地方叫积水潭 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讲到的 万宁桥 大家知道 从这个 通汇河过来 不好意思啊 从通汇河过来 一直到这个 从温门周 在东温门和中央门之间 是吧 这个 往上走 这就是 南河沿大街 北河沿大街 这两条大街 往北走 这条河就叫做玉河 这条河就叫做玉河 大家有没有看到 隐隐隐约的可以看到 这个玉河 是被围在了 皇城之内 所以呢 一不小心 在明朝的时候 在宣德年间 大概在1432年 是吧 建了这个皇城以后 这个围墙 就把这个河给围进去了 这就是明白 为什么会叫玉河的原因 这个 围落皇城 成了皇城的 供牌水系统 是吧 那当然就不能开船了 在元朝的大船 是吧 运粮的船 是可以一直开到 积水台的 那到了明朝的时候 就开不进去了 就没了 所以呢 整个的这个 就是通汇河的运粮功能 就消失掉了 当然粮食可能就卸在了 不在积水台的地方 卸在了什么别的地方吧 对吧 所以这就是 这个玉河的来源 那大家看一下 就能看到 这张地图是吧 接下来的就是 一直到通州的 这个大运河 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段 就是黄尘羹 这条绿色的线 就是玉河的线 其实它就是 通汇河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把它叫做 玉河 是吧 它呢 今天呢 就被埋在 在黄尘羹的里面 就是它跟黄尘羹 是平行的 跟黄尘这个墙 围墙 是平行的 可以看到 那么到了北京 在这个地方 就到东辫门 这一段呢 完全被填满了 我们刚才讲过 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只挖出了 从这儿到这儿的 一小段 那么到了这儿呢 就通汇河 就又重见天日 从东辫门开始 一路向东 那么一直到了 北京通州大运河 这个地方 连接上了 北运河 就是这么 这么以来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 燃灯塔 就在通州大运河 旅游景区那里面 那么 这就是整个的 就是北京的 大运河的 前因后果 和它在地图上 所呈现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通汇河 景色也是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到 这是通汇河 过来的这个 两岸的景色 北京的这个 两岸景色 再看看这一个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叫做 中国尊 是吧 大家很熟悉的 中国尊 北京的最高楼吧 应该是 那这个就是在 运河的岸边 所造出来的 这个 那天我去的时候 天气非常好 造出来的 中国尊的这个照片 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今天 沿着北京的 大运河 走一圈的话 依然很有意思 比如说你沿着 白福泉 就开始走 是吧 沿着精密营水区 一直走到 颐河园 昆明湖 在坐船 在南昌河上 一直走走走 走到子足院 走到动物园 再坐上 浴河的船 或者沿着浴河 这个步道 再走 一直走到积水潭 到了积水潭 现在就到了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 前海浩海 是吧 北京人休闲 非常热闹的地方 那么在沿着前海浩海 走到渝河 渝河那边呢 就走一点呢 就挖出了一点 就没有了 那么就到了黄城根公园 沿着黄城根公园 一路向南 就差不多走到崇文门 再向东走到东边门 就又到了通汇河 那到了通汇河以后呢 你再一路沿着通汇河 向东走 是吧 这个你走到这个通州 走到燃灯塔底下 那么就完成了 这样的一次考察 金航大云和北京段的 这样的一个考察任务 或者是一个行走任务 当然你要是真走的话 加起来大概有 一百多公里我估计 估计你的走上两到三天 当然你也可以 有的地方开车 有的地方骑自行车 如果骑自行车的话 也得两天左右 我估计 因为我们开的车考察 当然我们是考察源头 比如说我们去考察了 东沙河的源头 北沙河的源头 这个南沙河的源头 那我们就要花更多的力气 要一直开到山里去 比如说考察北沙河的源头之一 这个关沟 我们就要一直开车 开到八大林差不多 那就更远了 这就是北京通河河今天的景色 那么 好 大家刚才讲过了 就是说 郭守津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郭守津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意识到了北京的地势的高低 就是西北高 东南低 那么把西北的这个山水 给引到这个通汇河上 河流贯通以后 如果你没有把水流下来的措施的话 那么到最后肯定是 就是这个水就流光了 是吧 那就也就没法开船了 所以呢 由于地势有高低 所以呢 他要为了开船呢 他就不得不用一道一道的砸门 把水给流住 所以呢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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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北运河 进入这个通汇河 再到北京城 甚至到北京城上面 到现在我们今天的子族院那一带 都要为了流下水 而能够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放水 能让船能够上行 就要建无数的这个砸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砸口分成 有的时候分成上下砸 有的时候能分上中下砸 为什么要分呢 很简单 因为你船开进去以后 需要把砸口灌满水 灌到跟上一上一级 这个水持平 再把砸口上砸打开 船干进去 再到了另外一个这个下砸 把砸口打开 船干进去 再关上 把上砸放出来 跟今天这个我们 到了三峡大坝 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船 是吧 被这个水砸 水砸一级一级的用上去 其实有点差不多 只不过古代呢 它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机械设施 所以要不就是木杂 是吧 用人工绞锁给它绞起来 要不就是石杂 这个大部分都是用石头做的 这样比较结实 并且呢 由于开扎放扎之间 还要常常漏水 所以上面的水 就不需源源不断的补过来 那到最后 之所以后来这个到了明朝 尤其到了清朝以后 通汇河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通航 而且要不就只能走小船 就是因为上面的水不够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砸 砸口过来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所拍的一些今天的 留下的这个砸的这个遗址的照片 你看这就是砸口 可以看到就是 这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 各种口子在这儿 就是这个石杂或者木杂 杂进去把水结住 这样的话呢 就是水流 就是跟上杂持平传开进去 或者是再开下来 反正是非常繁忙啊 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砸口 那个清澄上杂这是 在什么地方呢 清澄上杂 这个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 对在这儿 就是在这个积水潭 的流出来的第一第二个杂 就是清澄上杂 中杂和下杂 那么还有 这个呢 是庆丰杂 庆丰杂呢 是在这个 是在通汇河上 差不多是在高碑甸 那一带的这个三个杂口 就是今天北京高碑甸 那一带三个杂口 那么 这是我在考察 这个平静杂 平静杂 在考察这个杂口的 这个我个人的照片 可以看到 是吧 很好玩的还是 那么这个大家不知道 是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水渣边上 或者是在洪水 比较多的地方 要放一个震水兽 这个震水兽呢 叫公斧 公斧 有点像蜈蚣的感觉啊 就实际上是龙生九子之一 但是它又不像龙 头有点像龙 甚至呢 像个狮子感觉上 那么在水渣边上 都要放这样的公斧 来震水 就是免得水不听话 是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好 讲完以后呢 最后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霸河 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刚才呢 已经讲完了大云河 霸河呢 不算是金航大云河的一部分 但是呢 它其实在这个元朝的时候 甚至包括在明朝的时候 对就是运送物资 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为在元朝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过在郭守静 这个去设计通汇河之前 先设计的是霸河 这是元朝的时候 运粮河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河道的这个概念 这是温云河 那么霸河就连着温云河 温云河又连着北运河 那么本来呢 最初呢 大家都认为 就开了一条霸河 这个物资粮食呢 就已经能够运到 这个当时元大都的里面去了 后来发现呢 小看了这个霸河的 这个就是落差 就是水从这儿过来 这个水呢 也是最初的时候 也是郭守静 引用的这个昆明湖 就是一河原昆明湖的水 进入这个 这个河河 河河河的水 再流到霸河里面 然后霸河里面有水 但是小看了这个霸河的落差 结果呢 把水一放进去 这儿放进去的水 流到通 流到温云河的时候就没了 所以最后就没有办法 就把霸河上面 造了七个大霸 这个每个大霸 都把水挡住挡住挡住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船要经过霸河的时候 它船就开不上去了 所以它就变成了 任何一艘船 开到一定的程度 到了一个霸 就把船上的物资卸下来 卸到坝上的这个 重新来一下 好 卸到坝上的那个这个船上 再往前开 开到下一个坝 再由民工把这个 这个粮食或者是物资 卸下来再到下一个船 就是层层递进 要经过七个坝口 才能够把粮食运到城里去 那么这个当然非常的复杂 这才有了 后来为什么 就是忽必利 告诉郭守静说 这个不行 你的想办法 让这个船啊 能够直接开到城里来 那直接开到城里来 败河肯定不行了 所以呢后来就 设计了通汇河 但是通汇河也有落差 那么这个时候 郭守静就设计了 这个船砸功能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一个一个砸口 这么多的一个一个砸口 就是因为它需要有船杂功能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船往上行 是吧 把水给留住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整个的 好 这个呢 讲到现在呢 我们就是讲到了整个的 北京的 这个大运河的故事 因为很多人都 觉得这个 这个北京是没有河的 也好多人并不知道 就是说北京的大运河 是怎么运营的 那么今天呢 我作为一个外行 来给大家呢 随便的聊一聊 那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 都有很多人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京之所以从这个 元朝开始 能够作为首都 当然有前面的 辽朝和经朝 所带来的基础 但是呢 这个 货币力作为蒙古人 他绝对不可能 把首都搬到 比如说汴京 更不可能把首都搬到南京 搬到杭州 是吧 所以呢 他不需要选择一个 北方的城市 这个 作为这个首都 那么原来在草原上的 那个 那个就是 元上都 今天在 西林河的那个地方的 那个元上都遗址还在 那么作为首都 明显的是没有办法 兼顾草原民族和 农耕民族之间的 这个配合 所以呢 选择这个 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战略要地 来作为首都 毫无疑问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 但是选择以后呢 就要解决很多问题 一个呢 是这个北京的物资 作为北方城市 这个很明显的很缺乏 但是北方周围的城市 其实也产生不了太多的物资 所以他就一定要从南方运过来 那从南方运过来 如果用人驼马拉的方式 那根本就不够消费的 所以就一定要用船的方式 那么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当时的隋阳地 开发的金航 开发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运河 就是隋潮的大运河 就起到了 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由于隋潮大运河拐了一个大弯 从这个北京拐到了这个洛阳 又说洛阳拐到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徐州 再拐到这个这个江南 所以就多出了900多公里 很明显的 这个是一个不经济的这个状态 而现在在那个时候 到了元朝呢 这个古隋潮的运河 这个很多地段都已经这个淤塞掉了 就是已经被堵住了 所以刚好这个老天 给了 霍比利 这样的一个 极其天才的人物 那就是郭守静 那郭守静呢 就是个超级的水利专家 可以说是 就帮着设计了 如何把金航大运河 能够节外取直 就是 就是今天我们金航大运河是 几乎是一条 从北方一直向南 到杭州的县 那就是郭守静的这个功劳 那么通过这样的 GY取直呢 让金航大运河的运输能力 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那么最后呢 这个元朝 由于源源不断的南方的物资的 这个运送 最后得已程序了 差不多100年 当然元朝的毁灭 跟这个物资短 却没有关系 主要是元朝 统治中原的能力 确实不够 那么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一出朱元璋建都呢 是建在南京的 结果把他导致朱帝呢 就分到了北京 那么这一个动作 实际上救了明朝 可以说至少 让明朝多活了 1200年 因为如果是在南京的话 如果北京没有人正守的话 极有可能就会回到宋朝 那个时候 燕云十六州 变成了少数民族的阵地 变成了当时 比如说蒙古人的阵地 那倒过来又是 就是居高临下 那么也就 就是国家就会变得很危险 所以后来朱棣 能够把首都立在 这个北京 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举动 其实中间有好几次都想 迁回到南京去 因为觉得实在不方便 但是后来还是下定决心 就是定都北京 那么这样的话 北京作为这个首都 就可以说是固定了下了 这个几乎一直到今天 是吧 我们一直到今天 除了这个民国时期 蒋介石把首都定在了南京 其实可以看到 蒋介石定在南京 现在回过来看 从历史上看 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错误 那后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把首都定在北京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到今天为止 我们北京作为首都 繁荣富强 当然 历来都解决不了的水运的问题 物资运送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时代 已经被彻底解决了 是吧 南水北调 解决了北京人民的饮用水的问题 那么所有的这个高速公路 高铁 航空 海运的开通 也解决了 远远不带的进入北京的 物资的运输问题 所以千秋万代 北京作为我们国家的首都 肯定会一直非常的安宁 好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也由于我的内容已经讲完了 最后留了四句话 叫做 幽幽运河 千里清波 沧桑巨变 三河日新 希望我们祖国 永远的三河日新 好 今天我讲这个北京大运河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 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回答大家一到两个问题 完了我们就 今天就说再见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 大家都在赞赞赞 没那么多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问候我 辛苦了 对 其实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 未来我会给大家讲更多的 历史地理方面的东西 这个 当然我还是会跟人进行对谈 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呢 就喜欢玩了 那这是我玩的一部分 实际上是 对了对了 还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啊 对对对 忘了啊 对 还有两本书要推荐的 对 这个连上没有 OK了是吧 连上了 第一本 六千里运河 这个二十一座城 这个是刘士林先生 所写的一部运河史 那么里面他写了 就是说盐运河的 这个 这个运河的 这个二十一座 因为运河而单身 而兴旺的这样的城市 那这些城市 有不少可能就是 恰恰就是你的这个家乡 我们来看看他写的 二十一座城市 到底是哪些城市 你看是北京 天津 苍州 德州 林青 辽城 济宁 徐州 环安 高游 扬州 郑江 长州 无锡 苏州 嘉兴 杭州 桑丘 开封 郑州 洛阳 这些城市 都是因为 或多或少 因为运河兴旺 或者因为运河 带来城市转机的城市 当然今天这里面的大部分城市 今天已经不再靠运河了 但是了解这些城市和运河的关系 了解城市的历史 对我们来说 依然有着很多启发作用 在未来我这个直播走运河的时候 会给大家一座一座的城市的去讲解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运河的话 那么这一本就是 六千里运河 这个二十一座城 是使得你买回去 稍微看一看的 那么第二本呢 就是我也录过视频推荐过的 善继祥的 善继祥大家都非常熟悉 曾经是故宫部 也院长啊 曾经写过一个 就是紫荆城 大运河飘来紫荆城 大运河飘来 这个题目起得很好 我们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北京大运河这个物资 从南方源源不断的运送过来 运送到北京的济水潭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于北京城 从元朝开始 这个一直到明朝 清朝是吧 加起来有接近六百年吧 六百年的历史 这个地方一直能成为首都 就是因为有一条大运河 所以呢 可以说紫荆城就是大运河 这个飘来的 就是因为有大运河 所以呢 才能够建设和这个发展紫荆城 这个首都的功能 才能够程序下去 这本书呢比较的薄 大家也可以这个读一下 扇七强先生所写的 这两本书 我原来都录过短视频 进行这个推荐 好 第三本书呢 是一本孩子们读的书 是迪克 迪克大家都知道 著名的百科全书出版社了 专门写的 穿越时空的中国 这样的 所以他写了穿越时空的 这个穿越时空的大运河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主要是图片 加上文字 这个图片画得非常的漂亮 我给大家看看 就是 你看 他讲了大运河 跟大运河相关的 这个大概是20个左右的故事 主要是给小孩看的 应该是 所以他是某种意义上 儿童读 你看 就是讲了大运河 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 大运河的一些故事 大运河的一些历史 这个极点 那么读这本书呢 也能够让孩子们爱上 因为他画的画比较的美 所以能让孩子们能够爱上 中国的文化 也爱上中国的大运河 如果哪天到你的孩子 给你提出来说 妈妈我想坐船 在大运河上 从杭州 走到北京 我估计有一天 这个一定是能实现的 现在还没有 就是航船全面贯通 你可以一段一段的坐 但是呢 通过由大运河 和大运河边上的 历史文化古迹和城市 我相信你的孩子的成长速度 一定会快很多很多 这本书稍微有点贵 尽管很薄 但是他印刷比较精美 这个稍微有点贵 他不过他那个半价以后 也就是多少 三十多块钱 四十块钱 我不知道标价是多少 四十六是吧 对还好 那孩子们放一放 你跟孩子们一起读一下 应该是挺不错的 好 这就是我推荐的 大运河的三本书 这个 另外我真正 认真告诉大家 我推荐的书都是我读过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我刚才讲大运河 能讲得这么清晰 跟我读大运河的书 是有关系的了 对不对 好 那么 刚才有人看说有没有回放 应该有回放吧 对 你只要就是去练进入这个抖音的老鱼 进入我的账号 进入鱼米红的账号 点开什么 节目单里 点节目单 点完节目单里面 就会有 有我的这个北京大运河的这个直播 这个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聊聊大运河 那下次呢 我还会继续跟大家聊别的地方 这个 非常开心 跟大家进行交流沟通 那今天我们 今天就不采访人了 这个后面会采访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呢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你 嗯